Hello大家好,我是Gary 昨天在看中国队比赛之前 相信大家都比较关心 广州恒大队去留的问题 就在将要准入之际 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 大家都说廖立生是牵头的 说他没有义气 早就不说,为啥要到最后关头 才出来讨薪呢 肯定是没安好什么薪 或者是被当枪使了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廖立生已经和俱乐部 尝试调节了至少两年以上了 但是俱乐部一直都没有给出回应 所以才出此下策的 仅仅是为了拿到一个方案而已 哪怕是要分期付款 当然这个已经昨天证实了 此言不虚 廖立生是第一个答应分期付款 要和解的 然后不知道哪里 又冒出来一个叫做陈纸杰的 经过一宿的谈判 对方律师还是不肯让步 必须要一次性结亲 这对于需要外租奖杯的 直播带货的广州队来说 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欠心追讨天经地义 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一个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的人 确实让人觉得是有蹊跷 那么到结稿为止 貌似已经过了整入的最后实现了 但是还没有一个官方的 准确的说法 那么曾经让我们无比骄傲的广州队 不管在亚洲层面 还是在世界的层面 现在看来真的是命悬一线 但是或不单行 中国队在亚洲杯小组赛最后一场的 生死战的表现 让我们再一次刷新了中国足球的下限 三场比赛一球未尽 你可以说球员能力不行 中国队理论上只有后卫线 三个中卫能拿出手 这也是这一届中国队唯一的一个亮点了 要是没有他们 不用等到最后一场 我们中国队早就被塔吉克斯坦 黎巴嫩打爆了 特别是蒋光泰 但问题是你今天扬科为奇 我看不到中国队有任何的 这个进攻上面的套路 更加没有这种统一的这种转换 这种部署 那么球员之前的位置 站的是死死的 那么这些不该是我们这些经验 相对比较丰富的球员所拿出来的水平 小范围内的所谓的逼抢 传球拉扯制造空间 这些可以说是足球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在高宏波时期 看到晶晶入位的脚下球全都没有了 弹龙的老爷车都得带上 诺国富不比他强吗 最后阶段派上一个四中卫 四前锋的这个殊死一搏的 也可以看到杨克维奇 确实是毫无现代足球的理念 再说说这三后卫的这个战术 你说刘冰冰和刘洋几乎都没有防守的 上去就回不来了 那么进攻端更加是为手为脚的 那么生怕突然前场丢球 被人家打反击 你以为你是江志鹏吗 李学鹏 荣浩 周正 哪怕是个于汉超也可以 那么中场更是惨不忍睹 中国队一度的阵型是712 7个后场一个中场两个前锋 我们也明白这个所谓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但是我们球员的水平呢 绝对不至于打成这样 这场比赛卡塔尔队呢 可以说是给足我们机会 甚至在60分钟以内呢 他们都是用替补阵容给我们打的 甚至半场呢都换上了他们的第三门架 我们没有能够因此抓住机会 直到对方换上两名阻力 一个神来之笔呢提前结束了 中国队的这个亚洲杯之旅 也好呢能回去过年了 理论上的这个出现可能呢 也相同于相等于就等死了 那么杨克维奇的问题可不少 你看他26个人的名单 带了4名这个门将 给出的理由呢 是他以为亚洲杯呢只能带23个人 那到底是谁沟通的呢 怎么沟通的呢 是谁的责任呢 这种能带几个人出征的信息 你都能搞错吗 你门将都能带4个 你右后卫啊一个人都不带吗 明知道自己要打这个352 也不带这个边后卫 非要带个刘彬彬去客串 这能提好吗 刚刚说了中场呢更是产不忍睹 更不要说怎么去串联中前场呀 根本没人 李源一啊哪怕李提香啊 都可以啊 你看你选这些人 可能体脂都达标了 洛国富体脂不达标对不对 那你看看结果 好嘛 你还去学慢强 打两套阵容 进攻时时候三后卫 防守时候嘛 五后卫啊或者四后卫 欧洲这么多强队都没打明白 你中国队能打明白 高龄都说了李皮的先进的战术呢 我们根本无法了解 更别说贯彻落实了 更不要说去拿到什么好结果 那差的远了 那这样切来切去啊 练了这么久啊 球员都不知道怎么打了 怎么去踢呢 阵容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松散啊 简就是完败 具体的用人呢也是欠缺逻辑 很多人呢都不在自己擅长的这个位置上 刚刚说到刘彬彬要去客串这个右边后卫 还有戴伟俊一个中路的球员 你让他打边路啊 林良明谢弘飞不行吗 天津的王秋明人家是打打前腰的啊 你让他去打后腰啊 弹龙也是 在亚太呢打的是打的是这个右后啊 右边风对不对啊 你让他去打中风 球权都拿不住 支点作用全无啊 根本起不到支点的这个作用 当然我不是说张玉张玉宁有多好啊 张玉宁也三十多的你敢相信吗 三十多岁了啊 被中超惯的这个习惯啊 哈吃进攻呢 坐在地上上耍帅啊 还在可惜惋惜刚刚那球没打进啊 那关键的问题是呢 你究竟在打什么啊 杨科维琴你到底是要打反击 还是说边路下敌 还是说高位逼抢 中路渗透啊 看了这么多比赛 包括在现场也看了一场对新西兰的那个比赛 完全看不明白 瞎踢啊踢到哪算哪 根本想不明白 我们的球员不至于这么插吧 活生生的呢 就被杨科维琴呢 把中国队呢 带成一个亚洲的准四流球队 别忘了我们去年啊 只输给日本一个球啊 哈 所以你说三月份的 跟六月份的四季赛 我们怎么打 是世界杯的名额确实增加了 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呢 哈 是一个好消息吗 看看 隔壁的泰国队 印尼队 看看 塔吉克斯坦 看看 尼巴嫩今天打的你死我活的位置出现的名额 唉 你说我们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 两课为奇 你下课吧 最后呢 给大家奉上一个视频 这一次 呃 中国足球还 并没有说难看到 颜面扫地的一个主要工程 那就是呃 蒋光泰 我们借助这个董老师的一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最后结束 欣赏一下 这场对卡塔尔的比赛 蒋光泰的出彩表现吧 好我是Gary 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点赞与关注 那么如果中国队真的能神奇般的出现 我们再来聊下中国足球 否则 我们将会把我们的目光呢 挪到三月份 跟六月份的视频赛的比赛 以及我们马上要开始的中超比赛 感谢今天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又是蒋光泰啊 又是蒋光泰啊 刚才那是一次门前的救险 还有呢 一个投球的整点看 应该说呢 这蒋光泰 当然是极具个人能力 到三角 哦又是蒋光泰 蒋光泰门前的数字铁围啊 高光的表现 往前打 就扑的太猛了 张丽萌 蒋光泰 这是第几次解围了 蒋光泰的表现真的是让人拍案跳出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蒋光泰 就这几次单对单 包括这个封堵 包括铲铲 包括投球铁围 这一下蒋光泰上 三个中备在退 分了 打门又是蒋光泰 蒋光泰几天的表现 真的是射身忘死 屡屡就险 一夫当班 对方呢 招有迟缓 蒋光泰 腾身而来 贴地飞行 你记得了 又是蒋光泰 蒋光泰今儿这表现 他好像至少是个鹰甲了吧 他变急活了 有养 又是蒋光泰 又是蒋光泰 蒋光泰今天的解围啊 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 没犯规啊 阿飞福 我签得太快了 完了 没有 蒋光泰 英超本轮最佳阵容 没有 蒋光泰 不管是花了几个亿 至少我们有蒋光泰 对方已经枪口 瞄准了中国队 扣动板机的一刹那 蒋光泰把枪管抬下来了 那是蒋光泰